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啸 第905章 惊动神王 三千枚极品神经那可不是小数目 有时候一个神况外力 能挖出一两枚极品神经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 三千枚极品神经这需要多少神况卖 更何况 即便真是静灵道果 也不值三千极品神经 你没静心过 凭什么卖三千极品神经 谁是我卖你的是静心过了 我卖的是静灵道果 你 你明明说的是静果 对啊 静灵道果简称静果 不行啊 你 神明气得脸色从苍白变得战红 可是 你给我的明明是静心果 我之前也以为是静灵道果 但是我吃了之后才知道不是 莫无忌是真无语了 他还以为神明是真弄到了一枚静灵道果吃了 哪怕最后吃亏 对神明来说也是一桩机缘 可是没想到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神明最后居然只是吃了一枚静心果罢了 不过事情的大致经过 莫无忌已经了解了 他肯定神明是想占便宜 否则不会在对方没说出具体价格之前 仅凭静心果三枚神经便单方面默认了价格 如果神明回到了驻地那还好说 毕竟交易时间过去了那么久 可现在神明几乎是在交易现场被抓了现行 还偏偏把果子给吃了 这件事情显然是神明缺了道理 莫无忌肯定神明吃下去的不是静灵道果 而是静心果 可他却隐约感觉到 如果继续纠缠 吃的是静心果 而不是静灵道果 会有大问题 至于问题在什么地方 他又弄不明白 只是一种感觉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厉可说 当道友 此事是我天凡宗弟子不对 这枚静灵道果 我天凡宗认了 一枚静灵道果多少神经 还请卵魂神父的朋友 说说价格 我们赔偿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这枚静灵道果 可是一年静灵古术上 接下来的 这株古术上 只有十一枚静灵道果 每一枚都是价值连成 那出手静灵道果的 鸾魂神父修士 话尚未说完 周围的人已经心中明白 这件事情 恐怕不是正常静灵道果的 价值赔偿 能够解决得了的 果然 这名修士最后说 既然我说过 三千枚极品神经 我乱魂神父也不再加价 就三千枚极品神经 神明文言 心中变得冰凉 三千枚极品神经 天凡宗的庞杰老族也拿不出来 而天凡宗只要抛弃他 就可以撇开责任 他有些怀疑 莫无忌是不是故意承认 他拿走的是静灵道果 然后借机报复他 将他赶出天凡宗 这怎么可能 不要说审明师弟购买的 不是静灵道果 而是静心果 就算审明道果购买的是静灵道果 也不值三千极品神经 莫师弟 这就是你这大师兄的处理方式 蒲尹怒声说道 这次他可是连墨殿竹也不叫了 蒲尹的话立刻得到了赶来的 所有天凡宗弟子的支持 就是为戒业决的 莫无忌处理欠托 明明审明购买走的不是静灵道果 莫无忌却偏偏认了 这就等于道理先亏了一件 这算什么处理方式 静灵道果 服用了一天之内 应该可以查出来吧 人群中传来一个细微的声音 蒲尹闻言当即大声喊道 对对 这完全可以查 其实他也并不知如何检查 汤无阵似乎有些愣神 这更让蒲尹大声喊道 有谁知道 服用静灵道果后怎么检查 还请告知 人群中又传来一个声音 检查静灵道果需要两名神王 只要服用静灵道果的人敞开石海灵落 两名神王的神念渗透进石海灵落 通过自己的灵落 查探服用者的灵落变化 立刻可以清楚 是否服用了净化灵根的静灵道果 很好 既然你天凡宗 说我们出售的不是静灵道果 那我们马上检查 正如你们之前所说 你们天凡宗有神王 我轮回神府 一样有神王 说着 汤无阵抬手就是一道讯息发出去 之前莫无忌还在疑惑 为何要两名神王 通过自己的灵落查探神明 是否服用了净灵道果 按理说 就算要检查 一名神王也足矣 现在汤无阵听到消息后 毫不犹豫发出讯息 以他的架势 似乎早想招呼 鸾魂神父的神王过来 这让莫无忌心中更加不妥 神王是什么存在 那可是整个神域里巅峰的存在 汤无阵就算资质再高 也没有理由能够挥之即来吧 莫无忌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 一名身穿黑衣的瘦弱男子 已经从虚空中跨落下来 尽管这瘦弱男子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他一到这里 那种强大的天地气息 已经被莫无忌察觉 莫无忌和庞杰神王在一起聊过天 他立刻明白 此人比庞杰更加的强 很显然 这也是一名神王 没有出乎莫无忌的预料 这瘦弱男子刚出现 包括汤无阵在内的几名 鸾魂神府的修士 纷纷共神失礼 见过阎庭神王 一些不认识阎庭神王的修士 此刻也全都共神失礼 现场变得寂静和井然游序起来 莫无忌心中一沉 汤无阵区区一个御神 还真就随口叫来神王 此事若非早有预谋 打死他也不信 违界此刻也感到了不妥 面色有些苍白的公真失礼 天凡宗违界 见过阎庭神王 蒲尹等人更是吓得不敢开口 他们没想到 为了测试审明 是否服用了静灵道果 还需要神王亲至 而且还是两名神王 什么事情 阎庭神王的声音 没有半点波动起伏 汤无阵则以极快的速度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并没有任何的夸大 莫无忌赶紧赏钱十里 天凡宗弟子莫无忌 见过阎庭神王 此事是我天凡宗部队 我已经在想着赔偿静灵道果了 阎庭神王冷烟扫了下莫无忌 淡淡地说 任何事情都讲究公平公正 我拦魂神府的弟子 也不见得说的就是真的 我刚刚还在和庞兄续话 既然如此 我来请庞兄 阎庭神王刚说请庞杰 庞杰的身形已经落了下来 刚才的事情我也了解过了 此事正如我天凡宗弟子 莫无忌所言 是我天凡宗部队 赔偿是应该的 显然违界将事情的经过 已经告诉了庞杰 阎庭神王呵呵一笑 庞道友 你我都是神域最巅峰的存在 神域朝之所以如此和平 也因为大家相信这里公平公正 不说我和庞兄是朋友 就算我和庞兄不是 我也绝不能仅仅相信我拦魂神府弟子的话 就单方面做出决定 听了阎庭神王的话 再看庞杰的脸色 莫无忌肯定拦魂神府不是为了三千吉品神经 而是为了让庞杰师祖和阎庭神王 一道检查审明是否服用了静灵道国 换个说法 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不是为了调查静灵道国 莫无忌甚至怀疑 鸾魂神府更在意的是 要不要和庞杰师祖一道检查的事情 莫无忌正想开口 又听见一个爽朗的声音 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纠结啊 你们检查一下这小子凌落 咱们回去继续喝好酒 话音刚落 一名胖和尚和一名儒雅的青山男子落了下来 周围的人见这两人过来 纷纷在此失礼 从众人问候里 莫无忌也知道了来人是谁 胖和尚是阎度神王 儒雅的青山男子是一名神王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庞杰师祖同样去检查神明 有没有服用静灵道国 哪怕几个神王过来 莫无忌也要想方设法阻止这件事情 不计 我绝不能和阎廷神王一道检查神明 有没有服用静灵道国 庞杰在莫无忌耳边 非常仓促地传了一句话 声尾传完已经突无顿住 然后莫无忌就看见庞杰 和赶来的一名神王严度神王热情的大招呼 莫无忌吸了一口气 上前抱拳 狼声说道 天凡宗弟子莫无忌见过几位神王前辈 许去小事却惊动了几位神王前辈 着实让晚辈们惶恐不安 若是什么事情都需要惊动神王前辈 那我们神御朝恐怕会乱作一团 晚辈有一个建议 暂时按照神御朝的规定 我们御神境界的修饰 就由我们御神境来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再来劳烦几位神王前辈 莫无忌一开口 便是按照神御朝的规定来解决 御神之间的事情 天神都不能插手 更别提什么神王了 不等其他几名神王开口 庞杰就出言呵斥 莫无忌 这里头是你的前辈 神王存在 下次说话之前 可不得如此造次 呵斥完莫无忌 庞杰又对阎廷神王一抱权 阎廷兄 我天凡宗旨不成器的弟子 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毕竟我神御朝 是同境界的事情 同境界解决 不如 我们先看看 小辈们如何解决 如果真解决不了 我们再动手如何 阎廷神王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莫无忌 然后才哈哈一笑说 庞道尤说得不错 说完便又看着莫无忌说 既然如此 你就说说 你用什么手段 人群边缘 一名身穿绿衣的女子 看着莫无忌 向身边的蓝裙女子问道 蓝欧姐姐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天凡宗的 莫无忌啊 果然是胆大包天 今天看她如何解决这件事 迟不值得你这么看重 站在绿裙女子身边的蓝裙女子 正是狼欧 她微微一笑 这人的确胆大 当初如果不是忍了脾气 说不定都要我们几个滚了 不过 今天这件事 恐怕不是她能解决的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